第七十八集 李强苦笑着说道 老哥,疯子,我们这次总算是挖到宝了 齐君煞问道 对了,乖徒儿叫什么名字? 李强扑通一声,样子非常夸张地摔在地上 反正他也不疼 说道 天哪,竟然有这样的师父 拜师里都行过了,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徒弟的名字 是不是太过分了 齐君煞黑黑笑道 我老人家做事从来就是这样 人称老怪盗师爷 他大约是因为刚刚脱身,心情非常好 也不怪李强话里带刺 李强无精打采地说道 我叫李强,请多关照 他见齐君煞满脸的不以为然,急忙补充道 先生名,我坚决不改名字 齐君煞笑道 好聪明的小子,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改名? 李强心忍着,才没有脱口而出 心想,你一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他说道 我的名字是父母给的 离开家乡后 就这个名字还会让我想起家在什么地方 所以,坚决不改 天红和耿风实在是佩服李强 见他根本就毫无聚色,和齐君煞侃侃而谈 全然不理会对方是一个厉害的散仙 齐君煞笑道 算了,就是这个名字吧 只是太普通了 看我老人家的名字多威武啊 嗯,还有 那大门啊,只是被我老人家逆转了 只要尽力向上 嘿嘿,门自然就开了 三人顿时气的发昏 你看我,我看你,几乎同声常态 齐君煞乐的,哈哈大笑 李强一顶大帽子就扔了过去 还是你老人家厉害呀 从最想不到的地方入手 我们这些小辈只好吃别了 散仙就是不同嘛 齐君煞乐的,眼睛都弯成了半月桩 开心的哈哈大笑 哎哟,我的乖徒儿啊 真会说话 我老人家爱听 他搓搓白了的手,又道 现在,佛宗的势力怎么样了 这次出去 我老人家要让他们哭都哭不出来 哼,竟然敢禁锢我老人家这么多年 三人微微一愣 他是被佛宗禁锢的 李强说道 佛宗 好像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 听说他们早就退订 现在似乎都是修真界的天下 齐君煞大叫道 什么 哇呀呀 他们竟然都不在了 气死我老人家了 我老人家伤心呐 不行 一定要把他们给挖出来 哼,不然 我老人家是绝对不会甘心的 李强怎么看 他都不像一个散仙 这家伙极端的情绪化 说笑就笑 说哭就哭 李强信想 打又打不过他 只好哄着他玩了 笑道 我准备到莽园上去 那里似乎有过佛宗的踪迹 信想 先骗个大保镖在身边 一切好说 这么个掌剑牌 到哪里去找 齐君煞喜道 好好好 还是我怪徒儿呀 知道我老人家急 行 我们就去莽园 天红说道 老弟 我们还是回去吧 在下面耽误的时间不少了 孩儿他们在上面要等急了 小炎儿还在花园里等着呢 李强点头道 我们走 耿风说道 我来开门 他急运功力 就听啪啪的一阵脆响 大门只微微裂开了一条细缝 无论他怎么运劲都纹丝不动 这下他难堪极了 齐君煞摇摇头说道 一边去 让我老人家来 你们这些小辈胆子不小 这点功力就敢往这里闯 好了 别再使劲了 这里只有这个小家伙能打开 你们两个都不行 他用手指的指天红 这才走到大门边 笑道 开门啦 耿风目瞪口呆地看着齐君煞 见他只用了两根手指 轻轻地就将大门推开了 齐君煞一手抵着门 抬头向上看去 痴嫩的脸上悲喜焦急 半傻 他大骂一声 混蛋 又大笑三声 四人飞起身 离开玄狱密室 李强现在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了 这叫镇玄塔 是佛宗留下的一件秘宝 四人飞进玄气层 看着下方闪着金光的宝塔 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天红说道 大家拉紧我 一起出去 齐君煞说道 算了 还是我来吧 像你这样勉强硬冲 看得都累 他仰手一挥 只见一件半时长的缩形法宝 从他手上飞出 出手后 立即长大 将李强三人包在里面 这件缩形法宝 犹如一只巨型的纺锤 两头肩 中间粗圆 三人感觉 就像包在一个玻璃壳里 外面的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齐君煞也站在了里面 笑道 我这玩意儿 穿天入地 无所不能 好久没用了 走也 只见他一道灵绝打出 那玩意儿白光闪动 霹雳一声巨响 硬生生的 劈开玄气 直直的向上冲去 李强突然大叫道 停下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里面 不能丢下他 他发现 齐君煞根本就没有打算 顺他们的来路走 他似乎准备 就这样一直冲上去了 齐君煞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还有人哪 你们这些小家伙 干事总是丢三落四的 好吧 好吧 反正也要跟你走的 他收掉缩型法宝 又道 乖徒儿陪我 你们两个去接人 要快 天红心里感激李强 说道 我就来 他和耿风 快速向花园飞去 李强叫道 有兵经破 他一下就飞到齐君煞身后 心想 你去和他斗吧 看你怎么办 齐君煞顿时高兴异常 哇哇大叫道 好东西 好东西 哈哈 我老人家的福气真大 出门就见到宝了 哎呦 还有不少呢 乖徒儿 我们捡到宝了 李强听得头皮都麻了 看来 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厉害 简直厉害的吓人 从玄器里 飞出足有七八条冰晶破 齐君煞靠了上去 手上 突然显出一个金蓝色的煤瓶 他嘴里念念有词 李强一句都没有听懂 他手指着冰晶破 大喝道 多 煤瓶的瓶口 突然冒出一股蓝烟 迅速飞成八股 笔直的刺向冰晶破 蓝烟立即缠上冰晶破 齐君煞哈哈笑道 好宝贝 别跑 指着瓶口再次喊道 退 八股蓝烟裹着冰晶破 突的缩回到瓶子里去了 紧接着 从玄器里 飞出了冰晶破的真神原因 这八个蓝色的原因 也被吸进了煤瓶里 齐君煞开心地举着煤瓶笑道 真是好啊 用这东西可以练几件纯金的法宝 很好玩的 李强也不知道 自己是幸运还是倒霉 自己拜的这第一个师父 不仅很厉害 好像还很变态 他心里发愁 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 不一会儿 天红带着黄炎和耿风飞了回来 黄炎好奇地看着齐君煞 小声问天红道 祖公公 这就是散仙前辈吗 大家都没有说话 齐君煞得意地说道 小丫头 就是我老人家 李强生怕齐君煞玩出些意想不到的花样 急忙说道 小妹妹 这是我给你找到的 他递在镇玄塔上得到了小飞剑 黄炎顿时开心地连连道谢 他接过小飞剑 爱不释手地反复细看 齐君煞撇撇嘴道 这种货色 我老人家多的是 有啥好稀奇的 李强知道 他不是说瞎话 便笑道 那当然了 你老人家是什么身份 而且你老人家见到晚辈 一定不会只说说风凉话 见面礼 肯定比徒弟送的要强很多 李强说完 若无其事地看着齐君煞 同时 一直守在背后 不停地示意 黄炎恰好看见 他也是个鬼灵精 立即上前 恭恭敬敬敬地势力道 小炎儿拜见前辈 他的手也伸了出去 齐君煞 抬手一巴掌 打向李强 笑骂道 臭小子 真会说话 他奶奶的 让我老人家 很是难堪 算了 这个给你 他空手虚抓 竟然从旋转的旋气里 拧出一颗 墨蓝色 割卵大小的珠子 递给黄炎道 小丫头 我看你的修针 是从韩兴入手的 这颗 嗯 就叫旋珠吧 修针时 握在手中 可以事半功倍 天红和耿风 看得头晕目眩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他居然可以直接从旋气里 拧出宝珠 这种功力 他们别说是没有见过 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他们心里明白 就凭这颗宝珠 黄炎以后修针起来 功力增长 一定比他的师姐妹都要快 李强也是暗自吃惊 他眼珠一转 嬉嬉笑道 了不起 你老人家真的了不起 我实在是太佩服了 随手抓抓 就能弄出这么厉害的宝物 哎呀 真是让徒弟敬仰万分 这个 还请你老人家 再多抓几把 每人都给一克 徒儿上面还有很多的朋友 可怜徒儿是个穷光蛋 没什么礼物给他们 借借您老人家的光 现成的礼物 抓一点就成 黄炎正在不住的道谢 他心里洗翻了天 突然听到李强说话 油腔滑掉的 忍不住 突然一声笑了出来 他急往捂住自己的嘴 小心地偷看齐君煞的脸色 只见齐君煞满脸笑容 他听着李强的夸赞 心里很开心 对他后面的话 也没在意 伸手连抓 一口气 拧出十来颗玄珠 说道 嗯 够用了吧 李强暗叫惭愧 他没想到 齐君煞这么爽快 心想 奇怪 不是说 他是一个邪恶的修真高手吗 我是不是先入为主 冤枉他了 嗯 还是再看看吧 他收起玄珠 手上留了两颗 分别递给天红和耿风 说道 别谢我 你们谢他老人家 两人急忙道谢 齐君煞说道 小家伙 你的功力用不上了 可以送人 疯子还能用 就自己留着吧 乖徒儿 这个东西 你只能送人 你是火星的体质 对你是没有用的 好了 都没有别的事了吧 我们走了 五个人凭借齐君煞的缩形法宝 强行 穿地而上 一路上 只见他连破禁制 天红之道 这些禁制 都是前人留下的 任凭天赖成的修真者 没有一个人能够破解掉 齐君煞轻松自如地指挥着缩形法宝 视如破竹般冲向地面 城主蓝海女 在天红他们下去以后 就一直在禁忌堂的灵石边打坐 他在等待着灵石再次开启 蓝星和飘元也不肯离开 陪着师傅在边上打坐 温秋里早就出去了 整个天籁城里 就属他最忙了 虽然城主一直坐在那里打坐 可是心里却很不安宁 加上蓝星师姐妹 在一旁不停地询问 使他更加焦躁 他最担心的是黄岩这个小逆子 下面的凶险 他是很清楚的 自己的很多师兄弟 都实现在里面 再也没有上来 这一天 城主终于坐不住了 他站起身 在大堂里来回走动 突然他停下脚步 问道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 蓝星和飘元同时摇头 城主疑惑了片刻 轻轻揉入太阳穴 就在这时 大地突然微微震颤了一下 城主飞身来到灵石前 叫道 他们回来了 飘元奇怪道 不对啊 不是灵石 是 蓝星大声说道 是外面 大地剧烈地震颤起来 城主失惊道 怎么回事 有银一五式冲进进祭祭堂 大声报道 银草坡一带的禁制被触动了 不知道遭到什么攻击 温长老请城主快去 轰轰隆隆的声音 越发的惊人 城主吻下心神 大声道 立即召集所有的武士 启动银草坡的防御阵法 其他人都跟我来 城主带着几个弟子 和五六个银一五式 快速传送到银草坡外 文秋里看见城主 老远就向他招手 城主问道 温长老 发生什么事了 没等文秋里回答 银草坡的防御 又一次被触动了 周围的人都向天上望去 只有飘原叫道 不是天上 不是天上 是地下 大地更加剧烈地震颤 城主手一挥 所有人都飞到空中 温长老大声喝道 大家统统穿上战甲 准备好武器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攻击 银草坡的防御 基本上是针对上方的 对来自地下的冲击 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只见雪白的草地 像波浪一般起伏着 震颤的声音越来越大 突然 银草坡的中心地带 向下陷落 足足陷下去 十几米深 紧接着 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 陷落的地方 又陡然鼓起 轰 无数的碎石冰块 污水冲天而起 里面还夹杂着一道金光 狠狠地撞在防御上 这些东西 铺天盖地地倾泻下来 银草坡顿时成了烂泥坡 城主吃惊之余大喝道 银狼武士 启动第一波防御 银豹武士 启动天籁大阵 袁儿和星儿 带着你们师姐妹 去启动阴机大阵 众人立即 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 一声长啸响起 其声如惊天霹雳般 只见天空中 显出五个人影 其中一人 仰手虚空踢出 手中心 飞出一道青色长红 银草坡上空的防御阵 顿时白光乱闪 一连串的闷雷声 游远极近 隆隆响起 只听大人大笑道 这种小东西也拿出来献宝 破掉了 还有什么好玩的没有 好多人呢 给我老人家过来 正是齐君煞 他老人家来了 天红大叫道 老前辈 手下留情啊 不要啊 他简直不敢相信 齐君煞一上来 就大大出手 李强也叫道 这里都是我的朋友啊 赶快出手 齐君煞对天红的话 根本没在意 听到李强也狂喊起来 这才放手 附近的十几个武士 早已经被他吸进身来 齐君煞笑嘻嘻地收回宫里 他刚一松手 那十几个银衣武士 就笔直地坠落下去 劈劈啪啪地落在地上 银草坡四周 白色柱子上的金石 也开始乒乒作响 全都碎裂开来 齐君煞着一击之威 竟然是防御阵的金石 引能量耗尽而破碎 实在太惊人了 黄炎急速向下飞去 叫道 师尊 师尊 文长老急忙派人 去查看那些掉落下来的弟子 还算李强喊叫得及时 再迟一点 保不准 齐君煞会怎么整着这些人 等到这几个人落下地来 天赖城已经乱作一团了 城主气得脸色铁青 他无法相信 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 天红飞速来到城主身边 微微摇头 不让他说话 他大声说道 海儿 别慌 是我们回来了 让所有的武士都回去 他悄悄传音道 海儿 千万忍耐 这是被封在玄域密室的散仙 城主心里大惊 散仙是什么分量 他十分清楚 那绝对不是天赖城 可以对付得了的 黄炎一头扑进城主的怀里 娇声道 师尊 城主没好气地说道 燕儿 越来越不听话了 谁让你跟进去的 有没有受伤 他虽然很生气 但是看见黄炎后 还是不忍心责备 他对几个弟子 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谈爱 黄炎似乎早就知道 师尊不会舍得惩罚自己 他笑嘻嘻说道 师尊 这是官人前辈 送给弟子的飞剑 还有老前辈送的玄珠 他忙不迭地献其宝来 城主一眼看见那把飞剑 惊讶地接过来 半上说道 燕儿 这是玄冰精华 凝联而成的 比师尊的飞剑都要好 咦 这是什么珠子 老天哪 是玄气凝结的 他叹息一声 又道 看来 你冲下去是对的 这些东西 对你的修真帮助太大了 不过 你要记住 不能太依赖这些法宝了 真正的修真 还是要靠自己 明白了吗 黄炎乖巧地点点头 飘元 蓝心 还有几个同门师姐妹 立即围拢上来 叽叽喳喳 问个不停 李强走了过来 笑道 姐姐 我带师尊他老人家 向你道歉 把你的银草坡给毁了 城主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看看天空 又看看耿风 吃力地说道 是弟弟的师尊 怎么会 他刚才还听天空说 那人是被封在 玄域密室的散仙 怎么又是李强的师尊 他彻底的糊涂了 齐君煞没有过来 还在天上飞来飞去 大约是被关的时间太长了 他对外面的一切 都感到新奇 暂时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李强看出众人的疑惑 他苦笑一声 姐姐 别奇怪 是刚办的事 算是被小弟挖出宝来了 天空急忙传音道 老弟是为了救我们 才办事的 别提了 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 小心 别去惹他 耿风现在也不疯了 自从见到齐君上 他真的服气了 知道自己是井里之蛙 没见过世面 心里暗下决心 一定要离开天籁城 出去修行 他说道 让弟子们散了吧 再派几个人 去修理银草泡的防御阵 哎 竟然被齐前辈一击破去 看来防御阵的威力 还得加强啊 齐君煞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李强知道 他这是顺移 但是 他的顺移 和富山大哥的不一样 无声无形 就像他一直都站在那里一样 齐君煞并不理会惩辱一行 只对李强说道 乖徒儿 我们去莽园吧 这里没什么意思 李强顿时 头都大 听众朋友 离在这位我 调子 快去小冬 我来想 今天 我去死 我去小冬 感谢观看